在一所大学这边的智慧科技中心 有一台回答的超级电脑 透过它来做运算 可以做AI的影像串流处理 像是现在机器人捕捉到我的长相特征 就可以辨识出我的身份 透过AI软体会入采访记者的照片 名字 系统马上就能辨识出特征 这都只是牛刀小事 全国第二台NVIDIA超级电脑 部件在高雄的一所大学 做很多的AI的应用 必须要有很强的预算力 那在这个应算力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的一些技术的资源 都会请辉达来帮我们解决 不只一所大学成为辉达合作伙伴学校 全台共有17所大学都是 大家都想跟辉达合作 但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 直接点名未来五年内 要在台湾盖大型的研发中心 成立NVIDIA在台湾总部 只考虑台北台南高雄 产业的转型以及教育创新的命不可分 台湾时候已经准备好了 我也觉得说辉达应该来肉脚袋 新北市可以跟我们13所的供应量 就很快就能够接近 达伦跟高雄又很接近 那是算是一个南部科学园区的 一个辅助中心 高雄投资的先进的厂商 我们都附送三个船位船席 陈奇迈推荐高雄雅湾区 还加马送游艇传席 黄仁勋最爱逛的夜市 台南高雄也都有 台南又是黄仁勋的出生地 台湾得上顾乡亲 台北市也说北市科 随时做好准备 产学界更是期待 科技的一个聚落 我们叫一个cluster 那一定会需要很多的人才 双北台南高雄 都在抢回答台湾总部 就看AI教父黄仁勋 最终主义哪里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